刚才找到你弟弟的时候 你就几乎就要哭出来了 我弟弟 他一切的学习成绩也挺好 所以我希望他能努力 他有的时候 也没有那么多人去管他 因为我爸妈他们也有工作 然后我爸妈属于 爱打牌的那种人 所以我就长得这么大 我都不会打牌 我小时候是被我妈妈 就是十二点 她就这样抱着我 然后她睡 我这样睡觉的 所以我觉得 能要有自己的事情干 我就是现在 我就是很喜欢勤奋一点 我就停不下来 我就怕我自己又揽回去 人是有惰性的 我觉得我养成了勤奋的习惯 我就一定要坚持 在我还能够学习 还能够挣钱的情况下 我一定要往来 让我自己上更个follow的平台 而且找对象这个事情 我觉得一点都不急 我上了一定个高度 我优秀了 就会吸引更优秀的人 我觉得我还不止现在这样 我还有很大的潜能可以激发 然后现在我也比较要强 小的时候 因为我爸妈总会说我 你不会读书 你有什么用 他们就觉得 哎呀 这女儿没有读书出来 就很丢脸 可能他们会觉得 然后以前过年的时候 拜年 我的妹妹她们 都学习成绩很好 她们会问我 你考了多少分呢 我都是不自信的 就不敢说的状态 所以就长大了 我觉得我活出了自己的架子 我能帮助到我的家人 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我也是在证明我自己 其实你想告诉他们你是有用的 对 我是可以的 包括前段时间 我爸也会说我 我爸没事骂我 我就会很想哭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家长 真的要多给孩子一些正能量 鼓励他 天生我才必有用 他在这个地方走不出去 他换一条路 肯定可以走得很好 你只是没有把它放在 真正正确的地方 面对生活 曾经给你的一切 你没低头 你很坚强 不管你未来会遇到什么 只要你有今天的这种斗志 只要你对人生有信念 你的未来一定会幸福 加油 如果说在这之前 我叫你梦瑶 我是有一种配合你的成分 但此时此刻我真的特别开心 且心甘情愿地 在接下来的面试当中 称呼你梦瑶 我希望你的梦想能成真 对 大阪老师 我特别想说 梦瑶刚才的这个故事 其实非常感动我的 因为其实你开始上来讲的时候 有点急功近利的感觉 但是事实上 当我们听下来之后才知道 就是其实不是每个人 都有资格从容不迫的 真的有很多人 是在经济中走过来的 他就得挺着那一口气 就得咬着那个牙 才能够一步一步走到 别人可能很轻松走到的位置 我觉得应该尊重每一个 那么辛苦走过来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你特别优秀